台北股市今天仅仅只差5点 就能攻上了11000点大关 是谁在成盘呢 依旧是涨价题材 而根据了市场的消息 被动元件龙头国具 计划在9月份 又要再调涨晶片电子的价格 而这已经是今年来第四次的涨价 其中前三次的涨幅已经超过70% 对此美系外资就表示 由于国具掌控了全球45%的 晶片电子产能 如果它在涨价的话 将会有助于今年的营业利益率 逐渐的提升 而对此国具董事长陈泰明则是表示 被动元件缺或是市场结构的改变 订单能见度已经看到明年底了 而且价格往上的趋势也是不变 另外国具也计划将会在8月初 召开法说会 陈泰明将会亲自对于法人 还有外界说明营运状况 当然不只是我们国内 就连日本MLCC大厂也在酝酿涨价 日经新闻的报道 由于智慧型手机高性能化 再加上车辆的电子化 还有就是5G设备的需求 大幅度的提升 导致MLCC的供需相当紧绷 因此日本春田制作所传出计划将MLCC的所有产品价格要调涨2到3成 就连日本的日清证券也呼应 现在供应商确实面临到前所未有的紧绷感 以前客户想要买MLCC就能够立即拿到 不过现在恐怕得要等半年以上了 再者还有涨价的就是MOSFET的概念个股 受到了威视 易发等国际大厂应用在3C产品上 MOSFET的供货不足影响之下 市场就预估MOSFET的价格在第三季将会调涨10% 而第四季渴望能够持续走扬 法院表示说目前的交货期已经拉长到30到40周 因此像是大中 尼克森等台湾厂商的订单 已经满载到年底了 再者也随着美国解除对中芯通讯的禁令之后 大陆系统厂生产线已经全面启动 并且大取释出MOSFET的集单 台湾业者可以说是直接社会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涨价相应题材又再度卷土重来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边